夜幕降临 北京的夜晚确实灯光璀璨 路上车水马龙的 在北京你处处都能感受到它的美 美到让人震撼 所以我们说北京是超级城市 完全没什么问题 走在大街上 你会看到有很多的高楼大厦 这里的交通极其便利 地铁四通八达 站点很密集 很多地方地铁都可以到达 公交线路也很多 并且价格还不贵 北京的服务性行业很发达 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很多 这点跟广东那边有点不一样 广东的制造业很发达 像我们常说的东莞 都被称为世界工厂 在北京的晚上 如果你下班晚一些 在一些主要办公楼下面 你会看到很多白领 经领下班的身影 他们很努力 同样收入也很高 年薪百万的 在北京肯定有好多人 收入更高的 年入千万的肯定也有 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 在北京 有钱人确实很多 他们有的人 开着跑车去上班 一些特别有钱的人 还有私人飞机 可是这些都是有钱人有的 他们在北京过得很好 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 可北京毕竟是超级大的城市 在二零二一年末的时候 北京市的常住人口 就有两千一百八十八点六万人了 除了那些特别有钱的 我们也要看到 其实很多人 还是在最底层拼命 你过得还好吗 这句话或许能让你陷入沉思 或许让你想起某些往事 或许让你心酸流泪 只有在大城市里 真正吃过苦的人 能体会到晚 其实大部分人过得并不好 繁华的大都市背后 多少人默默地付出 他们的收入依然那么少 想让自己过上想要的生活 感觉比登天还难 吃尽了苦头 在北京 我们看到好多群居的人 因为这里的租房实在太贵了 好几千块一个月 一个人交不起 总不能全部都交房租了吧 所以只能群居 除非你去那些很偏远的地方 不过那样上班又不方便 好多人为了让生活更好一些 多些收入 拼命工作 加班加点 还有些工作只能晚上干的 但他们的收入也许并不高 他们这么努力付出 回报那么少 领完那点工资 出去房租和自己的花销 真的就不剩下多少了 一些花销比较大的年轻人 月光族是肯定的 甚至有的人过年没钱买车票 真的什么人都有 北京的夜真的好美 你过得还好吗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发表评论 说出你的心里话 让大家知道你努力管兵的故事 不管是成功或者是失败 都是可以的 成功了可惜可负 失败了也没什么 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干 如果你确实处在最低火 那么只要你努力 无论如何都是向上的 在北京 你过得还好吗 希望我们都能够过得好 我们的收入多一点 我们的辛酸少一点 撸起袖子加油干 胜利就在前方 总有一天 你会骄傲地说 我在北京过得很好 视频最后 大家帮忙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拜拜